而中華職棒部分今晚兩地開打 在桃園球場進行的師緣大戰 Lamigo桃園隊雖然一度從領先變成了落後 不過靠著八局下半林鴻玉的逆轉兩分炮 中場是以5比4一分險勝 而輸球的統一吞下了在桃園球場的11連敗 Lamigo Monty是在桃園球場迎戰來訪的統一師 一開賽攻勢就很積極 謝川任和林志平的連續安打 幫助桃園率先打破鴨蛋 接下來在蠻累的情況 小胖林鴻玉一棒打穿中間防線 還是要對決啦 結果穿過去安打 三雷雙跑者回來 二雷雙跑者繞過三雷 再得一分也沒有問題 林鴻玉敲出一隻帶有兩分打點的安打 原隊一局下半就打下一個三分大局 落後的獅子君前三局每局都有攻勢 可惜打出兩隻雙殺打 武功而返 一直到四局上半才靠著兩次保送 加上黃恩次這隻左外野方向的事實安打 送回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比賽來到七局上半 統一展開一波猛攻 兩隻安打加上兩次保送 在蠻累的局面先擠回第二分 雖然桃園換上左頭正稱號 要來對付左打的鄧志偉 不過這一次的對決是打者贏了 先這個球穿過去 已經是免於敗戰 但第二個跑者繞過三壘這個球 穿高啦 鄧志偉這次安打 送回了上兩名跑者 幫助失隊一局逆轉 以4比3朝前比數 只是這個領先沒有維持太久 暴力遠的猛胖連線就發揮啦 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左外野往後退 退退退退退 一退再退 沒有得退啦 紅不啦 連紅與紅出一支左外野方向的兩分炮 讓桃園再度以一分超前 這一分也讓這場比賽分出勝負 中場桃園就以5比4一分顯勝 輸球的同一也吞下了 在桃園球場的11連敗 郵件TV綜合報導 沙方桃園